要钻卤了 哇 钻石碗了 好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张 今天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地方 看 这里的风景啊 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这边这个潮水就是浪土的 我们下去看看吧 一言不破就发十块 这就是我嘎海的这种风格 是不是 很酷 就是一个货也没找到 继续啊 这些四块咱们多看看吧 这些四块咱们多看看吧 我好像有发现 这边这边 这边这个 哇塞 找到货了 八爪鱼 一只长腿八爪鱼 上货 这边这个十块 咱也慢慢看 你看瞧瞧 这是个邻居 这两家是个邻居 这只个头有点小 不过好可爱 你带着吧 这种大小的话 比较适合 腊炒 切一下 直接腊好就行 看前面 你还繁那条什么呀 这什么鱼 哇 这是一条繁范 繁在这里的 这是导播的吗 哦呦 拿住它 哦 开始挣扎了 我射到太滑溜了 我根本捏不住这马 哎呀 要钻抖了 哦 哇 钻石锋了 钻进去了 不不不不不不 不能让它钻抖 压住它 压住它 拿住它 拿住它 哇 它身上太油筋了 你看你看 直接钻 别别别 这个很难拿住 这上这个 水里面被扎海带下去 我就搞不够了 进来 哇 它进来 进来 哇塞 这东西身上 特别的油筋 一直在震 可能好多朋友都说 看我这海带 特别的着急啊 真的是拿不住 我很用力了 身上特别的滑了 而且这一只很粗 太过瘾了 哇 感觉它个子也挺高的 特别的长 瘦了啊 上货 这边这个鱼盘 咱们看看吧 呸 下面是这个大脑袋 好黑啊 这个大脑袋 哇 这只感觉 还挺胜猛的 哇 这只大 这只大 哇 这只豹爪鱼太大了 你看 还有力气 哇 吸着这个大石块 你看 现在我这个手臂上 这个吸附力太强了 这只豹爪鱼 晒黑了 我都感觉它这只豹爪鱼 比平时的那种要黑啊 这个 肤色不大好 腿很粗 好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瘦了 上货了 那边 咱继续找一找 也应该这一边 看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这边 KNOW 瘦了 哇 瘦了 你看 我看看 这只皮肤就比那只好多了 这只皮肤比较亮 看不过这只没有那只隔头大呀 这只腿好长 可能是个美女 皮肤也比较好 身材也比较不错 来吧 来找个伙伴来配你 看这边有只螃蟹受伤了 那没有 那只好可怜啊 不知道还好不好 看这是这母的 还有有点活 但是它这只受伤了 这个爪子都不齐全了 这样的咱不要了吧 像这种螃蟹死掉的 这样不要吃啊 大家一定不要吃死螃蟹 有毒 你看这一只 这一只是好的 这一只好的 这一只很齐活 放水里面给它洗一洗 它躲它躲 来吧 这一只很活跃 你看小腿 一直在摇动的 这是一只公的啊 带着 看来 这边这个水中里面花鲜是一顿 这边是一顿螃蟹 你看 这一只都是花个儿 品种是一样的 起来 这是这只母的 母的 说了 这下面 它这一只是 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 一公的 一公一母在这 干什么呢 约会的吧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打扰你俩了 一起带回家啊 在我桶里面约会吧 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生活宝 注定又是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啊 鳗鱼 八爪鱼 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 超级已经长起来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